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講事半功倍瞎忙的故事 你人生中有沒有遇過 朋友衝進去做一件事 預期會有百分之百的成果 最後卻只拿到10%的成果 甚至比原本更慘咧 今天就來分享我幾個朋友 瞎忙的故事 這篇故事是我一個插畫家 朋友A的遭遇 在台灣 每年都有好幾檔文創展 人潮多到密集口拒症 我有個朋友 在IG上接業配為生的圖文作家 洪傑 怎麼回事 台灣竟然有這麼多插畫家 幾百個攤 而且人潮多到好餓 感覺很噱 那張貼紙賣40 明信片70 為什麼那麼貴 但都有人買 我也來參展好了 學爛 洪傑的IG粉絲數3.1萬 他發現 現場很多插畫家 IG粉絲只有幾千人 幾百人都來擺 那3.1萬的他應該真的學爛 於是 他便報名了 下一檔的大型展覽 地點在 台北世貿 那麼趕快做幾種周邊 就能擺攤了 一起幫忙的朋友 柏軍問 你有想做什麼東西嗎 我們就做一些比較簡單的 理論高的 明信片貼紙 壓克力料飾 還有帽子 一個可以賣到600 高單價 好棒耶 洪傑開始設計周邊商品 加找廠商 製作第一項周邊 壓克力牌 首先找了A廠商 打樣費繳了一千 做出來 好糊啊 你是不行啊 後來又找了B廠商 顏色怪怪的 C廠商 為什麼邊邊超級不平 沒想到光是找廠商 就花了一個月 找了一間 等了一週不行 又換一間 好花時間 而且打樣費就噴了好幾千 欸洪傑 那個攤位費要繳費了 擺四天一共四萬 四萬好貴 我壓克力要賣400個才有四萬 還有你攤位背板也要設計 趕快設計吧 輸出要時間了 好 背板設計 共花了兩萬 接下來洪傑又發現一件事 周邊的成本 比他想像中貴很多 貼紙 若做100張 61元 500張 48元 1000張 41元 我去金石堂買Hello Kitty貼紙 一張才賣30 為什麼我自己做 成本要61 此刻洪傑才知道 四級東西賣比較貴的原因 因為製作的量很少 沒辦法跟那些大IP 一次做幾十萬份比 所以成本就會比較高 既然做越多越便宜 那就做1000張吧 1000張賣得完嗎 我粉絲3.1萬 只要有1%的粉絲來買 就賣完啦 其實蠻簡單的 有道理耶 接下來製作娃娃 娃娃我們就做300個好了 但價比較高 不要做太多 可以喔 300個其實就1%的粉絲來買 就賣光了 OK 今天上軌道了 感覺真好 就這樣 洪傑弄了好幾個月 沒想到比想像中廢時 娃娃難度比較高 來回4次修了一個多月 但費金4個月 終於所有商品大功告成 好 借來我家吧 整理一下 貼紙明信片共1箱 壓克力吊飾1箱 帽子4箱 保溫品6箱 娃娃 12箱 什麼 娃娃也太多箱了吧 我家不敢放得下 不過要找台北倉儲來放 以我們的借用時間 大約1萬喔 喂 另外9運費3千9肉 3千 之前都沒把運費升至成本裡啊 我到底花了多少錢啊 洪傑決定找個人借倉庫 不能再花錢了 阿文 你不行 大比威 你辦公室沒那麼大 舅舅 拜託你的倉庫借我 好吧 放兩週可以 打工告成 就等司機那天了 我當天開車去舅舅那邊拿商品 等一下洪傑 你商品要檢查瑕疵啊 你看到沒看就敢拿出來賣喔 對喔 都活在台北耶 住在台中的洪傑 緊急做客運 來到台北舅舅的倉庫 不能賣了 好浪費 這個壓克力好多多的氣泡 都報廢了 篩選將近一天 終於篩完了 好熱 倉庫沒冷氣 我們還要重新包裝商品才行 現在廠商給了包裝池 做做裝裝的 是要買 因此 洪傑又訂購了包裝袋 並足以貼上標籤 又包了好幾天 那個東西好多步驟 總算完成了 發文 各位紅粉有福囉 我將參加8月9號的 鑑魚遠征文創展 會販售各種準備已久的周邊商品喔 還不來買包 超可愛耶 必買 一定去支持 買了買了 我叫你看 有人超熱烙的 有點感動耶 刺激一張造型明信片賣70 我以前覺得很黑 現在才知道 好多隱形的成本 到了展覽第一天 紅捷一大早 去倉庫載貨 因為車子小 每個產品都只能帶一些 第一天也不可能全賣完 還沒開賣就全身汗 汗臭插畫家 到現場後 開始佈置攤位 放上擺設的架子 這些物件也花了近兩千 展覽開始 人超爆多 來吧 我準備好結帳到手發紙了 哇 是紅捷 我看過 可以簽名嗎 OK啊 謝謝 她沒有買東西 只拿出自己的筆記本給我簽 我是你超鐵粉 我要造型貼紙 沒問題 40元 考慮一下我這個做超久的捷娃娃嘛 就這樣 一天的買賣開始 陸續有客人來 但並沒有賣得很快 大多是走馬抗花 第一天下量是 2萬 而且娃娃只賣兩隻 太誇張了 沒事的紅捷 要是燃球更多 到時就會賣光了 那我那兩天要賣298隻娃娃耶 後來紅捷又發現幾個問題 第一 她要顧攤 沒辦法去尿尿 攤位裡有零錢 鈔票 貴重物品 還只有別尿 第二 兩抓錯 襪子先從倉庫拿了50雙 竟然3小時就賣完了 意外的行 但她要顧攤 無法回倉庫補貨 好多人襪子 好心痛 我究竟實施多少單 而帽子拿了30頂 只賣4頂 定位喔 因此後面3天紅捷 臨時挖好朋友來幫忙 好兄弟阿文拜託幫幫我 但我只能給你基本時薪 183元 我欠你個人情 好吧 要不是你是我朋友 這頂錢誰願意吸收休假來啊 第二天展覽 朋友蠻會推銷的 這個LOGO簡單 其實我包 我買 業績比第一天多了9000 好 進入佳境了 晚上 紅捷回到飯店 來台北住宿3天也花了6000 真是什麼都要錢 最後兩天 拼了 最後兩天 6日決勝日 人潮是平日的兩倍以上 假日氾圍加上人潮多 一定會賣光的 加油 喔 這樣150 這樣70喔 商品不斷在銷 可以的 可以的 謝謝大家 我愛你們 我真的太自大 我現在才發覺幾件事 1 網路上粉絲數 跟限制中的人氣 我感覺是兩個世界 不會因為你粉絲多 現場就賣得好 這次銷量 我輸給好多粉絲只有幾千人的 2 雖然人潮眾多 但攤位幾百個 競爭也超激烈 每攤都在賣壓克力 明信片 帽子 每個客人來展覽 可能就是花幾百元 要怎麼樣願意把錢 花在你這攤呢 最後活動結束 洪傑的營收約 12萬元 哇 四天都賺12萬 好虛喔 插花家真爽 哼 這根本是以前的我的想法 我花4個月準備這些東西 但我娃娃還剩276隻 帽子更長 只賣17頂 忙了4個月 虧錢虧爆 失背恐怕 後續處理 洪傑跟舅舅商討 娃娃繼續借放 因為真的沒地方放這些貨 但舅舅也要用倉庫 所以洪傑搬一半貨回家裡 現在我家裡堆滿箱子 真的影響居家品質 還對舅舅很拍謝 後來洪傑為了賣掉這些貨 在網路上慢慢賣 但也銷得很賣 應該永遠賣不完 一開始真的太有自信 哇我們就收300個好了 300個其實就1%的粉絲來買 就賣光了 他也接著參加了很多不同展覽 慢慢把庫存清掉 同時也要出新的周邊 超慘 洪傑 雖然這次瞎忙一波 但之後會越來越好的 沒錯 繼續努力吧 會越來越好的 這就是我的插畫家朋友 瞎忙了半年的故事了 聽完 大家還想擺攤賣東西嗎 第二個故事 來講 開店 很多人都夢想 退休後開店創業 而且還要跟自己興趣有關 我有個朋友 非常愛買公仔 何玩 買到失心瘋的他 原本是上班族 年薪100多 加上家裡滿寬裕的 他存了一筆錢 準備開玩具店 這樣不僅可以用成本價 買到公仔 還能邊賺錢 多幸福啊 因此他立刻去尋覓店面 他來到最熱鬧的A區商店街 這裡人潮超多 要租就租這裡 沒想到 這邊超貴 15坪空間要15萬 一個月要花15萬租店面 太貴了吧 重點是也卡不進去 都被租完了 因此洋蔥決定找一個 臨近A區的店面 這個店面洋蔥找了很久 價錢只要4萬 附近都是什麼改皮帶啊 老人服飾洋裝店 非常不搭嘎 但只要吃到一點 A區的人流過路客就好 這樣租金只有四分之一 我真是精打細算 於是 洋蔥的公仔小物店 經半年籌備 正式開張 並且同時在網路上經營 線上賣場 線上打廣告 社團宣傳 三館齊下 開張第一週 很多朋友 以及網路上看到廣告的客人來捧場 每天營業額都有2-3萬 很有搞頭耶 而接下來第二週後 每天營業額下滑至2-3千 咦 怎麼會是 原來開幕時 特別來支持的是朋友 熟客們 第二週後沒有這些人捧場 就暗淡了很多 接下來的幾個月 有時整天的營業額還會掛單 我發現這個店面 完全沒吃到A區商店街的過路客 客人全都是網路上帶來的 可以說是完全沒起到店面的小用 收入完全靠線上販售在撐的 現在店面幾乎變成倉庫的作用了 第二個問題很多玩具品項很薄利 例如景品公仔 大約半年前就會開給客人預購 一盒當時約賣360元 而成本336元 毛利只有一成 超難賺 有時候有人買一盒 你緩衝包財要錢 箱子用買的7元 忙半天賺10幾元 嚇忙 然後公仔是十分在意盒礦的 如果稍微壓到腳腳 那一盒就只能特價賣掉了 而運輸過程中一定會有幾個壓到 超煩 超傷 有一次我朋友進了一千多隻公仔 遇到颱風 貨運送過來時 七成比例盒子都泡到水 箱子底部都濕了 因此他 挨家挨戶打給預購的買家 問願不願意打個折收 大概有七成的買家都答應了 也算是很互相的 但花了好幾天才處理好這些爛事 然後一直成本一千多 最後虧本八萬多 可以說是賺很慢 但一虧就是一褲子 第二個熱門商品 一番賞 最有點是在拼運期 一套總共80抽 但要賣到六七成的千 才會大拼 後面才開始賺 所以如果客人運氣太好 前面就把大獎抽光 那這套就有可能賣不完 賠錢 據我朋友說 他店裡賣不完的一番賞 就接近四成 但整體還是賺了 給大家看看他被廢套的一番賞 這套不可能有人買了 虧了一萬 瞎盲 最好賣的應該就是盒玩了 因為盲盒會激起人 爆買的慾望 我一定要抽到大獎 抽爆 利潤比其他的高一些 也賣得多 但有些人會去搖盲盒 來猜它是什麼 下一個客人買了 打開 裡面配件被搖斷 幹 你要爆一盒我要賣好幾盒 還抓不到人 接下來再談談以前沒有想清楚的一些花費 信用卡還被抽2% 刷L配被抽2.3%含稅 每次客人說要刷卡 我心都小痛一下 我還是喜歡你附現 還有營業稅 營鎖稅等 然後最沒想到的是保全費 一個月要6000 這樣Lelicoco就好多錢了 意外的支出 在租房期間 一年半 房子漏水了三次 共花了2萬4 另外大樓中央空調冷氣壞掉 花2萬多 鐵門壞掉 花1萬8 這些意外支出才是最痛的 玩具店的預購噩夢 如前面所述 玩具都是提早半年預購 1月開7月預購 2月開8月預購 而這些預購也不用定金 7月貨到囉 邦尼寄出以下預購商品共3600元 7天後 沒取貨 與其退回 幹 完蛋 接下來才是地獄 這個客人 放鳥1月的預購 而他2到6月也都有預購 想當然 他後面是不會取貨了 他黑化 退群組 不用負任任的消失 接下來每個月的貨 都放鳥 長達半年的地獄 幹為什麼要這樣 我已經沒跟你收定金 也沒賺你幾個錢 為什麼搞我 最後是 未來的眼光 因為玩具通常都要提前幾個月預購 有些玩具商家也會先預購一些玩具 之後放店裡賣 喔 我對這個恐龍地吉拉超有自信 來個50盒 結果3個月後 這款超不流行 賭錯了 慘賠 如果賭對 就能順順賣完了 例如批貨賣衣服 可以當季就賣 但玩具是要預測幾個月後的未來 這是賣玩具比較不同的地方 最後朋友就這樣東奔西跑了兩年 很努力的經營了 但生活可說是完全沒品質 也沒賺得比以前上班多 完全瞎忙 導電 瞎忙了一波 其實人生呢 就是在做各種嘗試 有些事情在做之前 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收益 所以做這些事也不算徒勞無功吧 什麼事情都一定要預期到成果 那不是很無聊嗎 不 有些事情 不用耕耘 也確定會有200%的收穫喔 唉唷 聽起來好像很有趣喔 哪有這種事 有 那就是玩 劍與遠征 啟程 蛤 這是我合作過好幾次的劍與遠征 感覺畫面跟以前完全不同啊 沒錯 方式內心手機遊戲的開山鼻祖 劍與遠征系列星座 啟程 這次不僅有全新的繪本風格 每個畫面都像在看一幅畫般唯美 隊伍共享等級與裝備 讓你養成無負擔 並且每個角色都有其特色魅力 上線自動推圖 下線輕鬆掛機 享受真正的放置無極限 讓你躺著就有收穫 不要瞎忙白忙啦 開店擺4G期間 就算很忙碌 也可以單手偷玩一下劍與遠征 單手還玩得比雙手更厲害 這就是事半功倍的劍與遠征啟程 無論何時何地 也不怕有客人來 臨時中斷 我用單手完成大世界 讓你鬆一下 一起來玩 劍與遠征啟程 賠錢也沒差 劍與遠征啟程 不用課金也能玩 你負債100萬都可以玩啦 現在就去下載 全英雄免費送啦